上海作為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窗口 上海的港口貨櫃吞吐量 已在國際航運中心排名前三強 以上海為代表的亞太地區航運中心 更加保持快速增長的趨勢 要將上海建設為國際航運中心 一定要有長遠的目標和過人的殺手間 智慧碼頭、高校、綠色已經成為陽山港四旗的招牌 上海擁有全球最先進的無人碼頭 陽山深水港四旗碼頭操作精準自動化 核心技術都是由中國自主研發和操作 陽山港四旗位於東海大橋以南 地處整個陽山深水港的最西面 用地面積223萬平方米 相當於312個足球場這麼大 作為全球最大的智慧貨櫃碼頭 但碼頭上幾乎見不到工人做事 如何體現出智慧型管理呢? 陽山港四旗碼頭使用的都是國內企業自行研發的 全自動化碼頭生產管理和控制系統 當貨船靠岸之後 系統會安排自動導航車 到場做搬運工 這些車不需要司機駕駛 在自動導航下會自動避開障礙物 可以減速、煞車或兜路 遇到突發狀況時 自行決定規劃最佳駕駛線路 主要技術是採用磁釘定規導航系統 在陽山港四旗碼頭內 地面上安裝了6萬多顆螺絲釘 磁釘和磁釘之間 處於一種較為精確的定規狀態 再通過磁導航傳感器 檢測磁釘的磁信號 就可以實現自動導航定規 電力耗盡時 自動導航車會識自行到換電站換電池 全程只需6分鐘 電池充電需要2小時 可以持續運行8小時 自省能耗超過4成 由控制橋調離裝設貨櫃 再由HV車把貨櫃運到牆內 因為有5G和導航操作 全過程只需要在中央控制室簡單操控 有4個電子螢幕就可以監控全部流程 陽山港四旗是一個零排放的綠色碼頭 使用節能光源、太陽能 整個碼頭都是使用乾淨電能 碼頭、裝設等環節不會有廢氣排放 也沒有噪音問題 目前陽山港貨櫃港的年輸送量 佔上海港的四成以上 無人碼頭設計年吞吐能力最高 可以達到每年630萬個標準貨櫃 陽山深水港投入運作之後 令上海以及整個長三角 在國際貿易上更具競爭力